在现场记者看到路中间被撞坏的护栏已经被市政人员轻走 一辆面包车冲破护栏侧翻在对面车道 车下还压着几节护栏 拖车已经赶到现场 正在准备把车扶正 一旁还有一辆前脸破损的面包车 不远处还停着一辆漏机油的红色轿车 原来这三辆车彼此之间并没有发生接触 其中一辆面包车因为路滑撞上了路中间的护栏侧翻 事故发生后另外两辆车 一个压到了损坏的护栏 一个为了躲避事故现场 撞上路边的护栏 幸运的是事故中没有人受伤 交警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后 认定这是三起单方事故 很快市政部门清理了路面 三辆涉事车辆也被拖走 这里的交通恢复正常